随着暑假到来 许多家长开始计划 适合亲子旅游的景点 在国境开放之后 许多民众纷纷踏出了国门旅游 而花莲的赏金业者就表示 三年国境未开放 非常担心暑假期间 国旅热潮退销 花莲赏金行程是受到国人 欢迎的热门行程 搭乘赏金船一直让许多民众 又怕又爱 爱上与金鱼同游于浩瀚的大海而感动 不过在国境开放之后 业者也非常担心 来到花莲旅游的人潮变少 应该今年的 以往我做了23年 暑假都还没有说担心过 但是今年可能有一定问题 就是担心大家都忘了 那个订单 大概现在不到三分之一 花莲区渔会总盖师也表示 游乐资源的枯竭是不争的事实 而如何为休闲游乐创造新商机 更是相关单位给予更多的资源 才能够为渔民创造新蓝海 给渔会然后多一些金贝的话 那就是说 那我们渔会的话 也能够然后以这个金贝的话 来协助赏金这个部分 这个区块 然后就是鼓导他们 然后因为毕竟的话 现在的渔业的产业的话 资源渔业的估绝 然后现在的话就尽量的话就朝休闲 那渔会的话会尽量 然后以这些资源的话 然后来协助赏金业者 赏金专业的导览解说 让民众对海岸风貌有更加的了解 并且也能够跟金鱼 禁忌驴的接触 特别是适合暑假期间 让孩子展开一场冒险的知识旅游 感受到难得的惊奇体验 记者凌桀 花铃市采访报道